早安 大家好 您的總體報導 早稿加副基金費的統計 過去兩年有1129位聲音 本年苦途多謝 平均未漲壓如有超過4位聲音 獨得這樣比起來 不過那裡加開人 並不判斷本三分年未講提供的 甚至會用過世知識來處理 批開人加速實際困難接觸 以消團體如副醫師法機關 英國的加創苦途聲音的原因 以來的發財 同時會加強 過風向家庭的富途出實 希望大家聲音的路師平安慎重 是他們的處理加安部 蘇多加美的同經營劉金龍 和兩年苦途多謝夢 生生人一生這支舞 很安全有氧維吞 外露營和突兵的反應 竟然是幾張兩世斑 劉金龍因為喜歡浩浩的媽媽 所以希望把這個孩子 把他隔離 所以那隔離之後 他又討厭這個孩子 就在那個他的 就是手下那裡 就凌虐他 從風向家庭 向盟帶著他 主持人苦途途失望的理由 加副基金費統計 將Q年主要路師生命 土運無少高六四 風向一堅安的影響 劉金龍 醫生發言 殺潘企三生人 尤其途現 引起沙發批評 共發力提供的 那如果說新聞報出來說 啊 這樣打小孩 又不是殺人 我只是不小心把他打死 判刑又這麼輕 他有二子的作用嗎 沒有 女人贏一年 九年 相反的夫人家 不然不瞞 用生的傭子 引男的偶死鳥 就老去苦多多死 不過三強黑用 算花的知識處 判刑是否判刑 醫生團體服依 十八天內 應該要在判刑的程度上 也應該在那邊對醫生報復的衝刺 會希望法官要去看到 如果是他們是對所謂的 未成年的二少施暴的話 那個加重刑期的部分 是需要被考量的 那如果說 今天我們在法律上來說 你今天判刑的定義來說 我今天打死這個孩子 他就是殺了這個孩子的話 他這樣子才有可能說 下一個我正在動手的人 你就會覺得說 我明明是跟他判刑 我是泰籃 讓我們安全地長大 青年青年 你發現三個頭痛過 台下公的毛孝條款 進行程度 會主動在茶凡 引到反駁下 生年者以下 生年來的困顧情形 是說生年來有數年苦頭 也希望出到 得到的困顧 現在我提前 通報Safi Cube來報復 給孩子這些被凌虐致死的孩子 一個司法上最後的公道和正義 我相信這是政府最容易給予的 也是必須的 難道不應該還給這些孩子 最後的一個司法上的正義嗎 就讓他們就這樣冤死嗎 這樣是不對的 古風險家庭的生年 生年生發在書院 古兔的古風險當中 除了董事件的青春 這期在作為來風以外 十分之類 對古兔鮮營的恩情 留給法家庄的臺灣的徒刑 沒有聽說 將他來的犯人 也將未有效果 隨時 通途徒刑 用在甜品成的兩邊來生 將會偏重牆 大家在這位醫生做 頓報到